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果报降临屠宰场 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屠宰场 那就是远近闻名的红龙屠宰场 哎呀 这个屠宰场 每天要宰杀这么多头猪啊 当然了 红龙屠宰场可是这附近 唯一独家现代化屠宰场啊 周围卖的猪肉 大多数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是吗 这么说来 这里可真是猪的地狱了 是啊 对于猪来说 这里真是名副其实的地狱 刘主任 三号棚里的那几十头猪 今天可以杀了吧 嗯 那六十头猪已经送来三天了 该送他们上路了 那六十头猪今天就杀掉吧 啊 好的 马上要过节了 市场需求量一定会变得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多宰杀一些 来应付市场的供应量 今天上午杀的猪 大约有一百多头的 是啊 黄师傅 这几天 为什么我们要杀这么多猪啊 不是快过节了吗 每到过节前几天 我们要宰杀猪的数量格外的多 是啊 过节前的这几天 也是我们赚钱最多的日子 小张 这几天你多加加班 绝对能大赚一笔呢 但是 我妈不让我在这里上班了 呃 她希望我今天就辞职的 啊 为什么呢 要知道 我们这里 可是非常赚钱的公司啊 好多人 想来我们这里上班 都进不来 你怎么会想要辞职呢 是啊 小张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 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 我妈学佛吃素 她说 我们这是杀生作孽的行业 长久这么下去 终究是会遭到果报的 遭报应 小张 你不会也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吧 怎么说呢 一开始 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 我母亲给我讲了很多 关于因为杀生 而遭到果报的真实势力 所以 我现在也有些相信了 小张啊 那些势力 不过是你母亲讲的 你又没有亲眼看到 怎么就相信呢 就是嘛 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了 死在我手里的株 成千上万 可是你看我 哪里遭到什么果报啊 就是嘛 你看 我们屠宰场里的这些人 哪一个遭到了果报呢 小张 好好在这里工作 不要想太多 哦 然而最终 心情舒畅 因为你这是在积善果啊 妈妈 那杀生 真的一定会遭到果报吗 是的 一定会的 那我那些 屠宰场的同事 他们为什么 都平安无事啊 善恶有报 等到果报降临的那一天 他们后悔 可就晚了 嗯 很快 果报便降临到了 这个屠宰场 老高 猪都装好了 十二头不多不少 老高 这些猪今天够了吧 十二头怎么能够啊 过节前的这几天 我们屠宰场 天天都加班 我一天 至少要往屠宰场里 送三四车才够呢 啊 这么多啊 你们屠宰场的生意可真好啊 是啊 这些日子 我累的 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真是很疲惫啊 老高 你可要小心点啊 开车的时候 可不能打瞌睡哦 嗯 我当然知道的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的腿 我的腿被卡住了 老高 老高开了这么多年的车 从来没出事过 这一次怎么会出这么严重的事故啊 是啊 这次车祸真是太奇怪了 车祸现场那么惨烈 老高伤得那么重 可车斗里的猪 却一头都没有伤到 是啊 好多人说 老高每天将那么多头猪送到我们屠宰场进行宰杀 是在造恶业 所以才遭到了果报的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送猪的都遭到果报 那像老黄这样 每天杀猪的 怎么就平安无事呢 就是嘛 我可不相信什么果报的 小张 我们也都不在红龙屠宰场上班了 是啊 我们也都辞职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说 那种杀生的行业 是不能做的嘛 你们以前 还不相信 现在怎么想通了呢 小张 最近屠宰场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正是经过这些事情 我才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因果报应的 是啊 也正因此 我们才决定辞职的 否则 过不了多久 我们也将会落得像老黄他们一样的下场 啊 老黄师傅 他怎么了 老黄师傅 他突然瘫痪了 食宿不能自理 只能在床上拉屎拉尿 他的老婆也开始嫌弃他了 唉 我们去看过他一次 那情景真是太惨了 不只是老黄师傅 屠宰场里的很多老师傅 最近都很倒霉的 啊 有的染上了疾病 有的家里遭小偷盗窃 最倒霉的应该是阿红了 他最近和妻子离婚了 而且离婚后他就过得一直不顺利 阿红他现在背负的杀业还不算太重 如果他能及时回头还不晚啊 若他一直这样下去 早晚会遭到更惨烈的果报啊 阿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也要辞职啊 刘主任 在这里上班 杀业太重了 你看我们这里的那些员工 最近接二连三的厨师 这都是果报的原因啊 怎么 你现在也相信因果报应了 是的 刘主任 因果报应不能不信啊 等到果报降临到身上 那一切都晚了 因果报应 哼 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呢 老公 你们屠宰场最近可是出了不少事啊 老公 我看你也趁早离开那里另谋出路吧 老婆 你就别担心了 我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老公 你别太固执了 有时候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最近屠宰场里出的那些事 大家都说 这是因为你们杀生太多而遭到了报应 老婆 你放心好了 我虽然在屠宰场工作 可我从来没杀过猪 就算真有果报 就算真有果报 也降临不到我身上 也对 你从来都没有杀过猪 应该是不会遭到果报 就是嘛 我不会有事的 好了 我要去上班了 最近公司的工作量很大 今天估计得宰杀几百头猪 我要提前去安排一下 好吧 路上小心点 好的 老婆再见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的车发动不了 公车有晚点 这样下去啊 可是会迟到的 计程车 计程车 刘主任才四十多岁 没想到竟然死于车祸 是啊 听说是他自己在路上 被一辆超车的汽车 给撞死的 唉 刘主任他 真是遭到了果报啊 没想到 他身上背负的罪业 竟然如此之大 所以才遭受了 这么重的果报啊 刘主任从来没有杀过猪 他怎么会背负 这么大的罪业呢 你们可不要忘了呀 在屠宰场里 刘主任负责公司 每天屠宰的任务 什么时候杀猪 由谁杀 都由他下达任务 虽然他没有直接杀生 也犯了间接杀生的罪孽 最终终究没有逃脱 杀生短命的报应啊 原来是这样啊 屠杀动物的罪责 很可怕 杀命 罪债难逃 恶报太大了 远折儿女 尽折己身 死去以后 生生世世 也难逃地狱恶鬼的报应 所以 千万不要再 残杀生命了 十余后的忏悔 阿威学佛快一年了 每天早上起床 做早课 念佛 背诵大悲咒 心经回向佛国净土 按佛法的教导修心 修正身口意 特别是自己的行为 自觉贪嗔痴 越来越少了 也变得更加有智慧了 老公 今天我爸要来 不是要你赶快去市场 买点菜回来吗 我好下厨准备煮饭菜的吗 稍等一会儿啊 我念完这段经文就去 念佛念佛 你就知道念佛 我真不明白 念佛有什么用啊 念佛怎么会没有用啊 过去我经常感冒 可是自从学佛以后 我已经有一年没感冒了 而且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都能顺利解决 这都要感谢佛菩萨的慈悲加持 好了好了 你念完佛 就赶快给我去买菜 对了 我老爸最喜欢吃水煮鱼 你一定要买一条鱼回来 啊 水煮鱼 可是 我已经慢慢学习吃素 有一年了 吃不吃随便你 反正又不是买给你吃的 水煮鱼 是我老爸的最爱 他多久都没来我们家了 你一定要买回来 就对了 唉 好吧 这位先生 看看我这个大盆里的鱼吧 这些可都是今天刚从河里抓上来的 你看 多新鲜 多有活力呀 哦 老板 那你帮我装一条大的吧 好啊 先生 我帮你杀了它吗 唉 这条鱼真是非常可怜啊 哈哈 这位先生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我想 像你这样心肠的人 是不会杀鱼的 那我就帮你处理它好了 先生 这条鱼 你打算怎么吃啊 需要切开吗 我打算 做水煮鱼 这样啊 好的 那我就给你切成一片一片的鱼肉片好了 可怜的鱼啊 请你不要怪我 我会念佛号为你超度的 请你不要怪我啊 在水产店老板杀鱼的过程中 阿威则努力地在旁边 为他默念佛号 来回向给这条鱼 爸 你尝尝 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水煮鱼 好的 我尝尝尝看 嗯 味道可真不赖啊 非常正宗 非常好吃 外公 我妈妈做的水煮鱼 是不是很好吃啊 我也非常喜欢吃呢 真的很好吃的 爸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水煮鱼了 所以我特意去跟一位大厨师学了这道菜 的确美味的确好吃啊 阿威 你怎么不吃鱼啊 来 多吃一点 啊 岳父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慢慢学习改吃素了 哎 只吃素 怎么能行啊 营养会不够的 来 你尝尝这鱼 味道很棒的呢 哦 这水煮鱼的味道还真是不错啊 当然了 平日里你不吃鱼 现在想想后悔了吧 是啊 爸爸 妈妈做的鱼非常好吃的呢 啊 谁 是谁在那里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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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亏你还是学佛之人 竟然也做这般杀生的事情 你们全家人 我都不会放过的 哦 原来是个噩梦啊 第二天 王太太就感觉头晕恶心 接着他的儿子也突然发起了高烧 送到医院打针 也不见好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一个怪梦 梦到一条大鱼 咬我的头 结果早晨起来 我就头晕恶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啊 难道真是那条鱼 来找我们寻仇了 老公 你说什么 谁找我们来寻仇啊 我想我知道整件事情的起因缘由了 我会想办法的 王先生急忙来到佛堂 念起佛号 开始和鱼鳞进行沟通 你这条鱼啊 你怎么这样执着呢 就算我不杀你吃你 你一样会被别人杀 被别人吃 还是活不成 你干嘛老纠缠我们啊 赶快走吧 这样对你没好处的 老公 你跑到哪里去了 快来医院啊 儿子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而且还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你快来啊 怎么会这样 好的 我马上过去 鱼鳞啊 只要你不再折磨我的孩子 我发愿 诵读三遍地藏经 把功德回向给你 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噓 小声点 儿子刚睡着 你不是说 他痛得很厉害吗 是啊 奇怪的是 我给你打完电话没多久 他就一下子安稳了下来 很快便睡了 看起来 他也不那么难受了 真是奇怪啊 难道 是我的发愿灵验了 看来我应该真诚地进行忏悔 才能得到鱼鳞的谅解 才能抵消自己犯下的罪业啊 鱼大德 鱼菩萨 我们因贪图口腹之欲 杀害了您的性命 让您吃了那么多苦头 这都怪我没有真心学佛 假自卑 现在 我真心地向您忏悔 向您说声对不起 想起来您受的苦 受的罪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希望您能放下怨恨 不要再互相纠缠 因为这样下去 我们双方都很痛苦 现在 我将今日念佛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您 同时 我还会念完地藏经给您 愿您脱离苦难 离苦得乐 往生善道 儿子 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啊 爸爸 我昨晚睡得可香了 这几天我一直梦到大鱼在咬我 只有昨晚没有梦到 一觉睡到天亮 感觉特别好 爸爸 你带了什么饭啊 我都饿坏了 他能吃下饭 就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好转了 谢天谢地 我们的儿子终于慢慢康复了 看来 看来昨天我发的愿 看来昨天我发的愿果然有效啊 昨天你发什么愿了 于是王先生便把这几天自己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他太太听后感慨万分 第二天 第二天 王太太也跟随王先生一起来到佛堂发愿忏悔 余菩萨 我们夫妻会一起念佛念经回向给您 祈求阿弥陀佛 皆引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没有痛苦 没有杀戮 没有饥饿 天天都能获上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老公 你猜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你应该看到了那条大鱼 已经去了极乐世界吧 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看到了 那条大鱼已经彻底原谅我们了 老婆 以后我们可不能再杀生了 是啊 想想过去 我所犯下的罪业是那么的深 真是太可怕了 老公 以后我也要跟你一起学佛放生了 哈哈哈哈 好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 台湾救狗协会 纯派无瑕 纯派无瑕深色白 圆满 迷陀为鼎言 此言悲悲悯是众生 观音尊前我顶礼 日期4月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半开始 宫勤战山法师祖法 地点 南投县草屯镇 玉丰里 东美街64号 对面静安府 恰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特为病苦众生 旗见21日料施法会 供送药诗经 持药诗咒 每日点灯 供水 药供及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 祖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起 至5月5日止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谷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联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栏 그래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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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